软一宗台湾故事馆所发行的岁月的科痕 荣获国史馆台湾文献馆110年度奖励出版文献书刊加作奖 今年发行传统的反光也很有希望得奖 因为它收录110年所有展览的精华 内容精彩多元而且值得收藏 软一宗台湾故事馆春夏秋冬市场展览 会集合成一本书 既历史的窗口时代的见证 岁月的科痕以及传统的反光 我们择立于把影像变成为台湾记忆显影 为台湾价值定义的一种努力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一个展览 它是我们以后台湾的文化资产 很高兴岁月的科痕 陈盟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最高加息 我们当然希望明年历史传统的反光也能够有处施荣 市长江中渊表示 软一宗台湾故事馆开馆至今已有四年 累计参观民众将近三万人次 最近受疫情影响 许多国外的参观者无法来到台湾 不过也因为展览内容生动 还是成功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 前来交流参观 在日前我们特别到国家摄影中心台北馆去参访的时候 连我们的国家摄影中心也提到说 他们是今年才正式的营运来启用国家摄影中心台北馆 竟然在宜兰的软一宗台湾故事馆 已经推动的那么多年了 所以他们等于是国家级的摄影中心 还跟在我们后面的脚步在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宜兰光荣 在文化传承上面 我们希望说透过软一宗老师 跟各界艺术的结合 文化的结合 让我们这个宜兰的传统价值 可以在不只是全国 在全球受到大家的肯定 宜兰施工所希望透过传统的反光的追溯路径 让大众每一次阅读 都是对于传统刻痕的梳理 让世人再次发现台湾美好的文化价值 为台湾记忆前赢 为台湾价值定赢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校 大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